如果你用右手带球,左脚inside foot 右脚往后发力,弹出去 左手,左脚,就是用左脚向后发力,弹出去 明白吗? 所以整个动作就是当我们带着球的时候,弹, shoot 就是这个感觉 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我会讲到一个用核心力量,运球后的1-2 step 射球 它会和传统的1-2 step 有什么不同呢? 今天我们会讲的 好了,我们先讲一讲我们以前的1-2 step 阿豪 假设你拍完球,当我,假设你骗我 我过了你,1-2 step 射球很辛苦,但是入 OK 你硬飞一下,过不过了吗? 是很辛苦的 以前我们就会是这样的 Boom! 跳起射,很用力跳的 但是你发现现在你不会见到 Curry或者Harden 会有一种很用力跳的感觉 他们感觉上会比较是一个感觉是 弹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改成压弹 现在不是说不需要肌肉力量 但是也不是唯一 就是我们不用不停靠我们的肌肉力量打球 我们还有我们的根健力量 我们要用我们的弹性去打球 尤其我们亚洲球员 我们天生的核心是强 但是要经过换醒后就强 未换醒就天生弱 所以我们的弹性不够欺人好 但是经过换醒后 我们亚洲人都有人是穿脚入津 佛球线飞过去 入津都有的 我们都有可能追到那个level 但是你要记住 并不是只靠肌肉 好了我们讲我们核心 核心的one two step是怎么射呢 如果这个动作出现 都是带着那个球 hesitation 然后弹前射球 整个动作和刚刚中前压停弹起 不是 是中前压停跳起 是有不同的 这个动作是怎样呢 我直接是holding一下做给大家看 拍球 当我想向前的时候 不是往前 而是右脚往后 弹出去 如果你用右手带球 左脚inside foot 右脚往后发力 弹出去 左手 左脚 就是用左脚向后发力 弹出去 弹出去 明白吗 所以整个动作就是 当我们带着球的时候 弹出去 就是这个感觉 有点子 只要很强的 好 弹出去 有点子 也相当 的 有点子 的 有点子 有点子 左腳帶,彈前,炒了,球 左手帶,彈前,明白嗎? 它會有什麼作用呢? 它會當有人帶擋,假設阿豪給我設定了 當我帶著球,壓,彈,射了 會很快速就射到球 對它好,成功 明明同樣,當我做熟了這個動作 但還可以HESITATION射球 你不就会快很多 我们怎么练习呢 你试试这样 拍球,举起左脚 右手拍球,举起左脚 弹前,雪 OK,再来多球,球 右脚,单脚 右手拍球,左脚升起 弹,雪 右脚弹 右脚向后发力弹出去 清不清楚 好,示范 右脚,右手拍球 向上望,往后发力弹出去 带着球,holding也没所谓 错了 这样带,核心压弹出去 也有少少钟前 有少少钟前 再来试一下 对,升起 向后发力 对了,弹不到出去 用肌力为主 是否压到脚跟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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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弹出去 Good shot 再来拉,伸着手 伸着手 再来,压 弹 弹 弹不到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压 压 压 弹出去 压 核心 不行,弹不到 你记住,我这只脚我们是在上面 举起 弹 Shot 明白吗? 再来,动 我执 压 弹 弹 Good shot 这球OK 试试带着球 CM试试 带着球 用着核心力带 错了 记住,我们是带球的时候 我们带球的时候 往后发力 这只脚的力不够 记住,我们带着球 弹出去 你看到很大 可以弹到这么大 准备 带着球 不行 没有升起了左脚 所以你很快就落地 你看到很大 让你弹个弹 让你弹到短处 和整个中间的感觉 相比较大 vor 全部进去 听说 整个人不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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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 再来到你了 - 再来到你了 - 挖鞋 - 绝对是没节奏的豪哥 - 准备 - 停 停 停 - 后一点点 - 带上去 - 带上去 - 带帮 - 弹 - 对了 - Good ball - 吼 - 再来 - 进他了 - 再来 - 再来 - 再来 - 带 - 对 - 的手 - 你见了 - 阿仙 你可看到CM有扣扣的 戴完之后你可以扣扣过去 手在球顶上,Good Shot 手在球顶上,Good Shot 好,CM有了,Goo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